美国总统拜登和妻子吉尔拜登参观了特拉华州的海滩 然后于11月10日返回华盛顿特区 随后在白宫与当选总统特朗普会面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表示 拜登将于11月12日与特朗普会面 讨论美国国内和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11月10日宣布 前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汤姆·霍曼 将在新政府中负责美国边境事务 特朗普在其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称 霍曼将负责我们国家的边境 包括但不限于南部边境、北部边境、所有海事和航空安全 霍曼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 曾在特朗普政府任职一年半 也是国土安全部长的竞争者 特朗普在他的真相社交帖子中表示 他认识霍曼很长时间了 他还补充说 没有人比霍曼更擅长维持和控制我们的边境 霍曼将负责驱逐、非法移民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两位 为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当选总统特朗普已向共和党众议员 斯特凡尼克提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职位 路透社早些时候报道称 特朗普的坚定盟友 斯特凡尼克正在考虑担任这一角色 特朗普万斯团队发言人卡莱维特 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 当选总统特朗普很快将开始决定 谁将在他的第二届政府中任职 这些决定将在做出后宣布 但没有证实或否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 据华盛顿邮报周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 近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 讨论了乌克兰战争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特朗普建议普京不要升级乌克兰战争 并提醒他 华盛顿在欧洲拥有大量军事存在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表示 他将在一天之内找到结束战争的解决方案 但没有解释他将如何做到这一点 据媒体报道 特朗普上周还与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进行了交谈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读解美国头条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这一会儿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